多少钱老板 10块钱 10块钱 那个我只有5块钱现金 然后我再扫5块钱行不行 不行不行 就扫5块嘛 还要扫这么多啊 最多扫一块差不多 这个我们要不不买了吗 不是 秋香 老板我就5块钱现金嘛 你拿着我再扫5块钱嘛 不行不行 扫5块钱都不行啊 为什么 我们的小本生意啊 是不是 你看我开车店能赚到钱啊 不是你拿着这5块 然后我再扫码扫5块钱 我的意思是 我以为你说就给我5块钱 我说扫码我这5块钱现金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天哥你说清楚吗 吓死我了 好 扫过去了啊 好对 走吧 天哥 昨天下了那么大的暴雨 水还是开着呢 这是谁煮的鱼啊 这是谁煮的 对啊 昨天涨水了 为什么这水还是开的啊 我们下次拿着鸡来煮吧 鸡吗 哇 好香啊 我们把这个水打点回去泡脚吧 打点回去泡脚 这真的太烫了 烫就再放点水进去嘛 看看这个水烫不烫 哇 好开的水啊 你不要去碰它 七香 你笑起的真好看 七香 你觉得幸福吗 幸福啊 为啥 因为有你 嘿嘿嘿 但是 千语哥 我认你走了以后 那个隔壁的大妈 要来我鸡窝里面 拿走我的鸡蛋了 秋香 你以后要学费翻脸 你学不费翻脸 你就要忍受别人的不要脸 你记住了 你的善良 应该长出牙齿来 你的温柔应该留给对的人 明白吗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有钱的人是一般的人 身体健康 才是真正的福人 懂得知足的人 才是高人 遇上事情心宽的人 才是真正的圣人 所以就像 以后我们两个好好的 不求大富大贵 但是 我希望 你够平平淡淡的 这样 过一辈子 好不好 好 鸡蛋熟了 鸡蛋 我们去吃鸡蛋吧 走 哎呀呀呀呀 你小心一点 鸡蛋 来我扶你 没事我吓你的 吓到我了 爸爸 过来看铁 2块 2块 便宜点行不行吗 那个水哪里不是 都是2块钱一瓶吗 便宜点吗 10块钱3瓶 不便宜 不便宜 便宜点吗 10块钱3瓶行不行 便宜不便宜 10块钱3瓶行不行 不行 我的才赚几毛钱 10块钱3瓶 拿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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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吗 10块钱3瓶 不行 拿走 10块钱3瓶不行啊 不行 哎呀 哇好烫啊 鸡蛋熟 帮你开鸡蛋熟 鸡蛋熟 这个水2块钱瓶 我跟老板说 10块钱3瓶行不行 他说不行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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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 啊 我不吃蛋给你吃 是吗 好像没熟吧 熟了 我可以看一下 哇 好嫩的 哎呀 这个爽 搞点酱 天哥拿着 我们也熟 哈哈哈 哈哈 好不好吃 嗯 好吃 这土鸡蛋就是好吃 那个蛋黄应该很好吃 看着这样游戏 嗯 好好吃 这个温泉 出来的鸡蛋很好吃的 嗯 有一种旷物质的味道 嗯 你也吃吗 嗯 我锅给你吃 没有 我自己锅 不会太烫了 你锅完了给我 啊 我来喂你吃 啊 等一下我们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请你安排吧 嗯 看一下我们去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对吧 走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